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人类未来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先来看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2017年的时候 有一万七千多名科学家联合发表了一个警告信 这是第二封治人类的警告信 信里面说 人类已经开启了5.4亿年来的第六次大危机 大灭绝就要开始了 如果人类继续这样下去 很快将面临着灭绝的前途 这是为什么是第二封警告信呢 因为早在1992年 25年之前 就有1700名科学家联合发出了第一封治人类的警告信 治人类的警告信说 25年前他就在说 人类现在所作所为 导致地球上生物大量灭绝 环境越来越恶化 人口越来越拥挤 能源越来越少 这样下去 总有一天地球会灭亡的 25年之内 我们做了什么呢 对比25年前和现在 没有任何一点改观 反而陆地跟海洋上的生物 灭绝了30%之多 也就是说 科学家的警告信毫无用处 人类还是固执着我们的生存道路 不用管这么多 我们来想一想 人类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人类社会是我们在所有复杂系统里面 能够想象到最复杂的一个系统 因为每个人都通过各种关系 跟其他人联系在一起 对吧 不论是工作关系 学习关系 家庭关系 来自其他的社会关系 我们通过交际 通过互联网 通过各种方式 越来越紧密地结合着 社会是一个无限纠缠的整体 根据复杂系统理论 越复杂的系统越容易崩溃 那么人类社会肯定是一个 只要有一个细节出问题 就会崩溃的这么一个复杂体系 好 大家想一下 思考一下 我们能想到的 人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 可能是什么时候 可能是第一个人类的始祖 我们叫夏娃 走出非洲的时候 因为我们找到了一个人类的遗骨 叫人类之母 它携带了我们现在人身上遗传的 所有DNA 但是 现实一点说 这两个苏联人拯救过世界 大家肯定不认识他们 第一位 叫瓦西里的同志 这位叫瓦西里阿尔西伯夫 他在什么时候拯救了世界呢 1962年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 有四艘苏联潜艇到达了古巴海域 其中有一艘 就是这位瓦西里同志所在的B-59号潜艇 当时美国海军的舰队在古巴湾游业 发现了这苏联潜艇的踪迹 于是美军的驱逐舰向水下发射了威慑性的深水炸弹 当然是威慑性不是真的攻击 逼迫这些潜艇浮出水面投降 接受检查 其他三艘潜艇全部遵守了这个 就说有危险我们上去吧 让美军检查一下 但是B-59号潜艇 舰长不是这位瓦西里同志 是另一位苏联同志 拒绝了这个请求 他认为美军向我们发动攻击 这时候我们要还击 问题是这艘潜艇上携带的鱼雷 是核鱼雷 装有核弹头的鱼雷 每一枚的威力都比当年 广岛跟长期爆炸的核弹威力要大 也就是说 一旦这艘潜艇决定用核鱼雷还击 就意味着核战争的到来 就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当时苏联方便规定 如果要发射核武器 必须有三名高级军官的同意 舰长同意了 他找到另一位高级军官也同意了 当时这位瓦西里同志是舰上的大副 问到他的意见的时候 他说 我不同意这么做 我觉得美军的攻击可能只是威慑 在我们不能确定的前提下 我们不能贸然发动核攻击 所以我们现在要冒着被美军俘虏的危险 让潜艇升上水面 跟我们的祖国取得联系之后 再决定是否要发射核鱼雷 这一举动 拯救了苏联 拯救了美国 也拯救了人类 这段历史一直密而不宣 没有人知道 直到这个人因为辐射病去世之后 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 才公诸一世 后来还出了一部纪录片 以他为主角 讲他是怎么拯救了世界的一位 默默无闻的英雄 第二位苏联人 叫斯坦尼斯拉夫 彼得洛夫 这位斯坦尼斯拉夫 什么时候拯救了世界 1983年 这个时候发生了件什么事 他是当时苏联导弹预警系统的一名高级军官 负责监视雷达上的这种雷达画面 当时有一天他当职的时候 发现有五个不明飞行物体掠过苏联领空 向苏联的主要城市 莫斯科 圣彼得堡 坠落 当时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美军像我们发动核攻击了 这时候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发动核报复打击 如果按下按钮 苏联的核弹 洲际导弹打向美国 没问题 又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而且可能是最后一次 但是他 斯坦尼斯拉夫 这位同志 在核按钮面前思考了一下 说 我们现在不能确定 这究竟是误报 还是一次真实的打击 因为误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尽管我雷达上捕捉到了这些情况 但我现在不能贸然按下按钮 必须核实 他的这一决定 在后来 不久之后 就被证明是正确的 因为确实是一次误报 但是当时你 苏联跟美国的这种冷战关系 你知道 一触即发 所以当时如果不是他的冷静 很可能 现在我们的世界已经是一片废土 这位呢 1983年导弹乌龙事件的当时人 在后来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还被西方呢 颁了一些和平奖 用于表彰它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这两位大家不知道 也就是说 地球可能有很多时刻是灭灵灭绝的 灭灵死亡的 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个时刻而已 从历史来说 我们回顾一下人类生存到现在的历史 我们进化了一百万年 一百万年之中我们可能遇到过多少危险 比如说七万五千年前 当时地球上最大的火山 印尼的多巴火山爆发 多巴火山爆发过四次 每一次都是灾难型的 这一次尤为灾难 火山会到了三千米的高度 在地面上堆积都有六十公分 地球的平均温度下降了五摄氏度 部分地区下降了二十摄氏度以上 地球进入了冰川时期 当时的人类七万五千年前 没有足够的能力抵御这样突如其来的冰川期 造成了人类差一点灭绝 当时人类剩了多少 历史学家估计可能就剩了几千人 全部人类的火种在那个时候 差点就断掉了 差点被冻死 好 剩下的几千人繁衍至今 成了我们地球上这么大几十亿人的大家庭 容易吗 不容易 黑死病 有人有了解 就是鼠疫 最厉害的一次爆发是在中世纪 十四世纪的时候 黑死病从亚洲大陆 准确地说是从中国 通过中亚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了欧洲 这次疾病 在黑暗的中世纪上留下了最黑暗的一笔 导致百分之五十的中国人 百分之六十的欧洲人 和百分之十几的非洲人死亡 就是说那个时代地球的人类几乎灭绝了一半 保守估计 七千五百万人 放大估计两亿人 死在这场瘟疫当中 地球最危急的时刻 在每一个时代 我们都有人 都有理由相信 地球的灭绝一定会到来 比如说十九十几后半夜 诗人 波德莱尔觉得巴黎在沦陷 对吧 我们的世界在崩塌 很绝望 于是写下了一个诗集 恶之花 描述了我们人类社会 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的一个场景 在此之前诗歌都是美好的东西 从他开始 诗歌开始混乱扭曲描述死亡 算开创一个流派 再往前一百年 法国大革命 英国人觉得贵族完蛋了 皇权完蛋了 欧洲社会完蛋了 欧洲一完蛋 世界就完蛋了 对吧 再往前推 一千年中世纪 瘟疫 死亡 压迫 宗教 愚昧 一切都阻止着我们向好的方向想 更不要说玛雅人相信的世界末日 2012年 我们都度过了这个时刻 事实证明 世界末日没有到来 但是我们是有理由担心的 在座的各位对未来有担心 非常正常 我也理解 甚至我们自己 科幻作家自己 也会担心未来 那么科幻小说 跟人类命运的关系是什么 黑暗未来 是科幻中极有价值的主题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是大家熟悉的科幻作家刘思欣说的 大刘在一部作品里 专门阐述了科幻跟未来的关系 他说 为什么科幻总有黑暗未来的主题 因为科幻作家 在思考未来的时候 黑暗未来比光明未来 更加有看透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将来的未来 是所有人吃喝无忧 对吧 每天一睁开眼 富足的生活享受 生产资料大大丰富 那我们小说还有什么可写的 只有黑暗的未来 才有戏剧性 比如三体 有人看过三体吗 外星人要来打我们 对吧 这就是黑暗的未来 比如流浪地球 刚才小朋友说过 有一天地球要毁灭 我们必须开着地球 到二十多光年之外的 拜仁马座阿尔法星 找到我们新的家园 重温这一百多年的科幻小说 我们如同走在一条黑暗 灾难和恐怖组成的长廊中 看不见光明 但是 大流同事说 科幻不应该是一块冰冷的石头 无情地打碎人类的所有梦想 而应该是一支火炬 在寒冷的远方给人以希望 当时出现了几位美国科幻的大师 大家熟悉的阿西莫夫 阿瑟克拉克 为什么叫黄金时代 因为那个时候 人类的科学一日千里 我们对生活充满着科学的 想象力和信心 我们登上了月球 我们发射了火箭 我们上天下海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 时代的小说 有着鲜明的特征 就是一支火把 就是我们相信 未来有一天 人类无所不能 我们能征服外星系 把殖民的触角 延伸到整个宇宙 将来有一天 整个银河系 全是人类的殖民地 我们可以在星球之间 自由来去 伟大的想象 在现代 这样的小说还有没有 有 但是不多了 不是说我们失去了这种 用火炬照亮人类前途的 这种能力 而是现在这个社会科技发展 不像那个时候那样 极端化了 我们更多注重的是 对我们生活享受的发展 所以 主旨没有变 但是表现形式变了 所以科幻作家 还是怎么看未来的 克拉克1945年 写了一篇小说 说 我们将来有一天 在地球上放一个卫星 放多高 三万六千公里 放到这么高的卫星 会跟着地球同步旋转 与赤道旋转的 小速度一致 所以呢 它可以保持在地球上 固定不动的地方 二十年之后 这条轨道 被NASA的工程师证实 叫地球同步轨道 也叫静止轨道 科学家 科幻作家 预言了一条 真实存在的 卫星轨道 当然这条轨道 最后被命名为 克拉克轨道 当然这不是一个 普遍现象 因为我们通常是 半路出身 有文科 有理科 有工科 都有啊 但是 我们在预见未来方面 通常有一定的前瞻性 比如 2001太空漫游 196几年的片子 里面有一个平板电脑出现 看过这个电影的 应该有印象 那个时候就出现了 iPad的雏形 这个后来 当苹果发明了iPad之后 过一段时间 三星出了 它自己的Pad GalaxyPad 被苹果告上了法庭 说你侵犯我的专利权 三星上法庭的时候 拿出了这张剧照 六十年代 电影里面就有平板电脑 不是你苹果发明的 对吧 那块乔布斯还小 所以证明 不是你的专利 这是科幻作家的功劳 好 1982年 全美只有这么多台电脑 谁能预见 到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有多少台电脑 我们有多少能 接入互联网的设备 保守估计到2020年 我们应该拥有500亿台 能够接入互联网的设备 其中每一台设备的 运算能力 都比当时阿波罗登月的 飞船的电脑 性能要高很多倍 这就是科技发展的速度 科幻作家能预言这个吗 很难 阿西莫夫当时做出了几条预言 其中比较准确的一部分 摘录如下 第一 核战有可能爆发 如果核战爆发 后面的预言全部都作废 不用说了 如果核战不爆发 那么呢 计算机 占据人类的主要地位 无可避免 预言正确 机器人改变人类的工作习惯 正确 但是 还不够 还没有进入人的生活 计算计划 带来远程课堂 教育方式的颠覆 正确 但是太保守 改变的不光是课堂 对吧 人口激增 环境污染 国家组织增多 全是正确 但是 大家能预见到的 可以正确的一种语言 第八条 不进行太空探索的人类 将失去继续在地球活下去的动力 这条我觉得应该单独拿出来说一说 曾经有一个时代 人类我觉得就是失去了探索太空的动力 地球宇航的高峰是在什么时候 最辉煌的时刻 阿波罗登月 对吧 自从阿波罗登月之后 没有人在登上月球的土壤 为什么 因为第一 花钱太多 千亿美元的投入 第二 没有作用 有什么用呢 除了在地球 月球上插上一面旗帜 没有其他的作用 所以呢 从那个时代以后 没有人在搞探月工程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我们致力于搞应用科技 致力于搞 为人民的这个生活服务 这段时间我觉得就是人类失去探索勇气的时刻 直到现在 大家看到了嫦娥 对吧 看到了月工 人类开始再度把触角探到那么远的地方 有没有直接的作用 可能没有 但是呢 那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 赖以前进的一个动力 好 霍金 他不是科幻作家 但他跟科幻走得很近 他是一位科学家和预演家 霍金曾经说 第一 文明发展 人类增多 地球太小 第二 大家看到了 能源不断地增长 地球变成了一个火球 第三 如果 想摆脱灭绝的命运 我们要往外走 去哪 拜人马做阿尔法星 英雄所见略同 霍金跟刘思心想去的是一个地方 为什么要去这 因为这是离地球最近的一个 有行星的恒星系 也就是说在这儿我们可能能找到 类似于太阳系的生存环境 具体好不好 也是二十多光年以外 也很难 在超过五年的区间里面 一切有更广阔的可能 怎么解释这一点 以前我们预言科技发展的时候 通常使用摩尔定律 每隔18到24个月 芯片的性能提高一倍 价格便宜一半 晶体管的芯片的集成程度提高一倍 这是摩尔定律 在现在发展越来越快的时候 摩尔定律变得不适用了 无法准确预言 下一代芯片科技发展的速度 也就导致我们预测短期的未来 越来越困难 预测长期未来非常简单 比如说预言110亿年以后 太阳毁灭了 地球没了 没问题 预言十年之后呢 你能说出谁是下一个共享单车 太难了 人类历史 如果放眼放到那么远的未来 预言没有意义 放到很近的未来 又很难断言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只能把视角 集中在一些人的身上 事实证明 历史是由不断的人和人 相互产生关系来诞生的 1913年的维也纳 可能是人类命运的交叉点 为什么这么说 1913年的维也纳 有这么多人存在 托洛茨基是一个什么人物 托洛茨基 是第四国际的创始人 宫中红军的创始人 1913年 四年之后 他跟弗拉吉米尔 伊里奇 乌里扬诺夫 列宁同志 一起领导的十月革命 是苏联的创造者之一 弗洛伊德 在这儿 铁托 在这儿 薛定谔 在这儿 阿道夫希特勒 在这儿 所以呢 大家设想一下 假使 当时的中央咖啡馆 发生了一场斗殴 导致很多人伤残 历史可能有什么样的改变 往小处说 可能精神分析学不会诞生 对吧 因为弗洛伊德 心灰意冷 不想搞这行了 有可能 南斯拉夫联盟没有出现 因为铁托被打伏了 没有这股傲气了 也许这个量子力学的发展 被延后了很多年 因为薛定谔 没有继续投身研究 也许苏联跟纳粹德国 没有诞生 如果托洛茨基 斯大林 跟阿道夫·希特勒 打了一架两百巨伤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不会发生 人类现在的历史 会是什么样子 好了 又开始严肃了 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生物 98%都灭绝了 这是一系列的偶然 构成了现在的我们 最大规模的物种灭绝 几次 有五次 小的物种灭绝就很多了 2600万年为周期 不断地在发生 五次大的物种灭绝 包括奥陶纪 泥盆纪 二叠三叠纪 其中第三次物种灭绝 2051一年这次 导致了地球上 98%以上的物种 消失在那次灭绝当中 每次灭绝剩下来的 都是其中幸运的一小撮 想想我们人类 现在能站在这儿 一起聊天分享 我们是一小撮中的 一小撮中的 一小撮 尤其是第五次物种灭绝 当时白恶纪 末期第三季的时候 谁是地球上的霸主 恐龙 对吧 如果没有这次物种灭绝 恐龙不消失的话 7500万年前 哺乳动物 不可能占据生态位 我们什么叫生态位 就是在某一个时间段之内 占据整个生态系统顶端 最优质位置的一个物种 生态位是可以替换的 因为只有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间 这个时刻 这个物种最适合现在的环境 它才能得到发展 当恐龙几乎灭绝之后 只有体型较少的恐龙 得以存活 哺乳动物 迅速发展 占据了整个生态链的顶端 导致最后人类的出现 要挺过每次灭绝 可能有几种形式 扩增幸存 就是我们哺乳动物 我们活下来的一桌 适应生存环境 迅速地扩张 扩大我们的生存影响力 减缩呢 就是幸存下来的恐龙 一小波体型很小的 不断在缩小 变成了现在的什么 鸡 鸟类 它减缩了很多 复活形就是 未来若干年之后 忽然又出现了 没人说得清 为什么 人类通过进化 逃过了五次物种大灭绝 那么当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到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 有人说 第六次物种灭绝 可能还很远 如果按自然地质 或者是气候条件来说 可能确实很远 但是我最后想说的是 我们现在讨论人类的未来 最远的未来 没有意义 根本没有关系 最近的未来 无法预测 处于混沌系统当中 但是中期的未来 我们最担忧的未来是什么 不是气候巨变 不是臭氧层空洞导致的 全球变暖 不是地震 海啸 不是太阳 海闪 不是流浪地球 不是天灾 是人祸 为什么这么说 前面说了 几个小人物的决定 可能决定了 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向 人类历史就有几个 关键节点上的人物的判断所造成 大家想象一下 每段历史都是人物的历史 抛去这个人物 历史就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能够预见的 未来最危险的时刻 可能是由人导致的 这幅插图 是我一部小说的插图 叫《太阳坠落之时》 说了一个什么故事 未来有一天 地球的表面同步静止轨道 克拉克轨道上 悬浮这三个 天机太阳能电站 大家知道 太阳能光辅板 在地面上的效率是很低的 百分之三十几的效率 对吧 因为有大气层阻隔阳光 如果把电站放到太空当中 阳光没有阻隔 能量利用率就变得非常高 所以天机太阳能电站 是悬浮在静止轨道上的电站 通过什么方式把电传回地球 我的设想是用激光 激光是一种高效率的传输方式 如果设想一下 太空中有一个巨大的电站 用非常大功率的激光 传输回地面 如果正确地使用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产生器 解决地球的能源问题 但是如果它被恐怖分子占据 被怀有不良用心的人夺取 那么它成为了什么 威力巨大的武器 人类历史上从来不缺少这样的事情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 从枪炮的发明 炸药的发明 到核弹 我们一次又一次 给五岁小孩的手里塞了一把手枪 有时候人类不知道怎么使用它 就像奥本海默 第一次在美国的沙漠当中 试爆核弹之后说 Now we are all bitches 我们都是罪人 对吧 我们发明了核弹 现在人类还掌握不了这项技术 我们总有一天会毁灭自己 现在过了这么多年 核威慑变成了一个常态 那我们一定会发明更强大的武器 一定会找出更厉害的方式来毁灭自己 当这个方式真的出现 并被少数人掌握 那可能就是地球的另一次危机 这才是我们所担心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总在说 这些地球未来不好的 因为我们心底深深地相信 地球的未来应该是好的 因为人类是一个非常顽强的物种 在历史上 我们逃过了多少次灭绝 到今天 我们现在是智人 只有智人这一数 但是在历史上 我们出现过很多种人类 山顶洞人 直立人 包括尼安德特人 在那个时代 不同的人类亚种之间 展开了生存竞争 不同的部落在打仗 当时尼安德特人 比我们高大 比我们俊美 比我们肌肉发达 比我们脑容量大 是比我们还高级的人类 为什么他打输了 因为他没有发明火 因为偶然 他没有发现火的使用 导致他输在了战争当中 但是尼安德特人失败了吗 没有 尽管尼安德特人早已经消失 但是他的DNA留在了 我们的DNA当中 我们每个人的DNA里面 都有一小桌 2% 3% 是来自尼安德特人的 就是当时我们不光击败了他们 我们还跟他们产生了DNA交换 也就是说 人类想要灭绝 是非常难的事情 只要我们以人类的姿态 或者以进化者 我们下一代人类的姿态 生存在这片大地上 我们的DNA就会保持着 保存着我们从远古时代至今 所有进化的历程 人类不会消失 最多会换一个形态生活 Don't panic 来自银河系漫游指南的一句话 大家可能看到 在重型猎鹰火箭 送着一龙马斯克的那辆 红色特斯拉跑车 上太空的时候 跑车的屏幕上就写着这句话 Don't panic 不要慌张 尽管我们可能遇见到 有很多危险存在 但是我们相信 不用惊慌 人类总会找到出路的 因为我们是人类 谢谢 谢谢